是不是 我曾经参加过拳击的这种比赛 拳击散场的这种比赛 这个拳的力度各方面也自认为感觉还可以 但是一拳过去之后 想想的结果就不一样了 老师当时我根本就无法想象 老师是怎么把我的拳就是架空的 一打没有了 那么我这一个跨步我肯定是要打上的 为什么打不上呢 老师就像撕了一个法一样在我的手臂上 轻轻地划了一下 一头就摘下去了 翟文胜曾多次在被台赛上拿过冠军 却没有想到 会在一个比自己年长很多的太极拳练习者面前 连战都站不完 要进没法进退没法退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 你禁止这空 也就是说你退你进的时候 你突然间找不到老师的字典了 直接你有一个字典突然间没有了 你就像站在一个悬崖边一样 站在一个高楼高楼边上一样 一脚踏空的这种感觉 当时的翟文胜已经意识到 自己的拳击技巧根本就派不上用 但太极的技巧又尚未完全掌握 所以在与张志峻的对练中就像是一个不倒翁 任由张志峻推来送去 你打一拳你失去瓶空了 或者你将要失去瓶空对方稍微给你一点 那么把你带出去了 因为你的重心没有了 翟文胜回忆其与老师推手的经历 无不流露出神奇与惊恐的神色 而尤其这些神奇与惊恐 又无不外乎意料之外 踩空了 使不上劲 终归一句话 他失去了重心 你给他一打手 你感觉这个地方我把它按住了 刚想一使劲 前面什么东西都没了 这个人突然从高楼那一下 空失重那种感觉 哎呀 关键有时候并不是说这个 好像人摔了一个狗吃屎啊 或者是一个摔倒了 他关键心里面那种 就像你坐电梯 突然失重那种 忽悔一下那种感觉 哎那种突然失重那种感觉 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李毅居然用恐怖来形容 太极推手中的失重感 并且这种失重难以预料 一旦有了这种感觉 也就意味着接下来的一个瞬间 就是要栽倒栽地 这种感觉 帮助你 以后有利于 我们再次看 我们再来的一个